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矩陣的一個名稱叫做轉移矩陣 其實轉移矩陣它的名字非常的不容易解釋 但是呢我們透過一個題目 可以很明確的知道什麼叫做轉移矩陣 那簡單來講呢轉移矩陣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數字 所有的動作呢會根據這個數字去做不斷的重複的操作 那任何的動作根據這個數字會去做一個改變 那這個轉移矩陣相當好用 不只是用在選舉不只是用在投票率 不只是用在現金流不只是用在水分配的 只要跟分配有關的或者說跟流動性有關的 跟當地居民流動有關的 只要是比例固定我們都可以用轉移矩陣 那我就用這一集比較簡單的題目來介紹什麼叫做轉移矩陣 這邊呢有夾以兩個很大的瓶子當然不能夠裝滿 因為一旦裝滿以後另外一個倒下去就已經溢出來了 剛開始的時候呢兩瓶分別有X加輪與Y加輪 那就是在這邊 甲它是有X加輪這裡是X加輪 那乙呢是有Y加輪 所以這裡寫個Y加輪 乙的容量比較小 再來呢每一次 重點就是每一次 我說過轉移矩陣重點就是每一次重複的動作 每一次的操縱方式 就是呢先將甲的水呢倒一半倒一 將甲的水倒一半倒一 那到這裡呢我就先做一個動作 我們先做第一次 第一次呢就是倒一半倒一的結果 結果就是我把多少給乙呢 把二分之一的X 那它剩下多少 它會剩下二分之一X 這是剩下的 這個是給乙的 再來呢 再將乙的水倒一半倒甲 乙的水倒一半倒甲 要記得這乙的水倒一半倒甲 這個時候乙的水已經包含了甲從這邊倒過來的二分之一X 所以我們這裡要做的是 乙剩下多少水呢 乙有二分之一X加上Y 我們要再做一個二分之一 這個呢 就是乙它現在現有的水 那一半再倒回倒甲 再來呢 這個時候甲剩多少水 我們要把它說 甲會變成多少水呢 甲的水就會變成二分之一X 還要再加上乙倒一半的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X加上Y 那乙剩多少水呢 因為乙是不是一開始 甲倒一半過去 所以有二分之一X倒到乙了 所以乙的水的量就是二分之一X加Y 這是第一步 我補充在這邊 就二分之一X加上Y 這是乙的水 那乙的水呢 再做一半倒給甲 所以這個一半是給甲的 那乙還有多少呢 當然還有一半啊 所以乙就是還有這個一半的部分 那甲就是剩下這個 原來的一半再加上乙的一半 這就是甲現在的 那到這目前為止呢 我們來做一個叫做整理的動作 所以甲會有多少水呢 直接來看 這裡有個二分之一X加四分之一X 所以二分之一X加上四分之一X 再加上二分之一Y 我們來看 二分之一X就是四分之二 四分之二加四分之一 所以會有四分之三的X加上二分之一Y 那乙會有多少水呢 乙的話很簡單 直接把這乘開就可以了 所以四分之一X 四分之一的X加上二分之一的Y 到目前為止呢 我必須要把很重要的東西框起來 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係數 四分之三X加二分之一Y 再來乙呢 會有四分之一X加上二分之一Y 那我們簡單來用中文來描述它 也就是說 甲乙它原來有X加輪的水 原來有Y加輪的水 經過一次的操作之後呢 甲的水呢 它自己原來的水剩四分之三 可是呢會多出二分之一是來自於乙的 那對乙來說呢 除了它自己的一半二分之一Y以外 你會從甲那邊得到四分之一的X 那根據這個我們就得到了一個重複性 有個規則性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矩正的運算 把它輕而易舉地列出來 我就列在上面的這個部分 我用紅色的筆來特別描述它 我們要如何去讓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二分之一跟XY做相乘呢 經過之前我們討論過矩正的運算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可以製造一個叫二階方正 二階方正 這個代表重力還不錯 我們不是在太空中上課 這邊有四分之三X加二分之一Y 我們就在這邊寫個四分之三 這個加二分之一 再來呢 這邊有個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我就寫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好這邊我就特別故意寫一個叫做XY 好那這個部分呢 代表這個叫做我們所謂的轉移矩正 這個就是原來的甲擁有多少 這個叫做原來的甲 這個叫做原來的乙 好那再來這個呢 也是甲跟乙的一個規則 也不是太空 所以它無重力狀態 這個會輔正 如果有重力狀態 它就這樣下去了 好那所以呢 在這個題目來講呢 你看喔 甲它遵循第一次的原則呢 就是說 甲呢會有四分之三留下來 但是會加上四分之一Y那邊過來的 那Y呢會有二分之一是從甲來的 保留了原來的二分之一 那根據矩正的運算呢 我用藍詞來做一個比例 矩正的運算會先以 這是一個二乘二的方針 先用以第一列 第一列的這一列去乘上這一步 所以會得到四分之三X加上二分之一Y 這裡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四分之三X加上二分之一Y 再來呢這一步會得到四分之一X加上二分之一Y 四分之一X加上二分之一Y 好這個就是我們現在得到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如果說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這個確定了 你只要推導出第一步 第一步你只要找到規律 四分之三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假每一次都會有四分之三保留下來 每一次都有四分之一的Y過來 那Y呢每一次會有二分之一從假過來 保留了自己的二分之一 那這兩個後面的一個二乘一矩陣呢 它代表的是假你原來有多少Y原來有多少 透過這個規律性我們可以做很多次的動作 第一次重複倒一次再倒一次 也就是說第一次我們做完之後就得到這個結果 假剩下這麼多Y剩下這麼多 好這我們就特別的把這一個具有規律性的一個數字的一個矩陣呢 二乘二方陣我們就叫做轉移矩陣 好這個是轉移矩陣的一個基本介紹 加油